胃癌不痛不痒,发现已是晚期,饭后留意这四种症状,关键时刻能救命。 胃癌是目前发病率很高的一种癌症,其致命率很高,主要原因就是胃癌确诊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。 即便是某些医生自己,也经常将自己的胃癌当作普通的胃病来治。 因此关注胃癌的症状也就成为了预防胃癌的重中之重。那么胃癌都有哪些具体的症状呢? 常言道,十人九位,胃不好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通病。 研究显示,全球每年新发胃癌有40%以上发生在中国,而且85%以上的胃癌患者被确诊时已经到了中晚期,其五年生存率迅速将到20%以下。 而胃癌,大多是脱出来的。 胃癌早期具有隐蔽性,其中出现的泛酸、悟心、癌气等现象,让不少人误以为是小胃病。 即便在体检的时候,人们也更倾向于选择抽血检查,选择胸片,选择腹部踩超,但是却极少人会主动选择内径检查。 在接受胃病检查的人群,90%以上都是一拖再拖,身体实在是挺不住了,才多次在医生的建议下,考虑完善胃病。 而大部分胃癌都是胃经筛查出来的,这样就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,导致癌症恶化。 所以,及早发现胃癌信号,及早治疗至关重要。 胃癌症恶化。 胃癌多是脱出来的,一旦饭后有四种迹象,别迟疑,赶快就医。 迹象一,饭后腹胀异常。 迹象一,饭后腹胀异常。 症状,主要表现胃禁食后有保障感,甚至在只吃了少量的食物后,你也会感到异常的饱。 经常反复发作,但持续时间并不长,症状也不是很剧烈,容易被人误以为是消化不良或胃炎,因此被忽视。 迹象二,消化不良。 胃癌导致最早出现的腹部症状包括胃灼热和消化不良。 胃灼热,一种胸部和上腹部的烧灼感,是因为胃酸回流到湿道,就会引起灼烧,出现常说的烧心症状。 而胃里长腰肿瘤,因此会导致胃力食物分解不到,进而导致大戈和消化不良的其他症状。 迹象三,悟心呕吐。 在胃癌早期时,患者就会出现在吃进东西后悟心呕吐等感觉,由于这种症状跟其他胃病相似,因此要综合来判断。 一般来说,悟心常常是胃癌引起消化到耿足所致,随住时间延长以及病情的加重,患者会由悟心呕吐慢慢演变成吞咽困难和食物反流等异常,这时就一定不能耽搁,抓紧就医才好。 迹象四,出现黑便。 食物在经过消化吸收后,排出体外,这时我们可以看变变的颜色来判断病情。 一般来说,出现黑便时,往往提示肿瘤已是中晚期,胃癌也是如此。 因为胃癌会导致消化到或者小肠出血,由于红细胞被破坏,血红蛋白在肠道内与硫化物结合形成硫化亚帖,就会使患者粪便呈现黑色。 以下这四类人是胃癌候选人,希望你不在其中。 第一类,感染幽门罗杆菌的人。 幽门罗杆菌的传染性极强,在胃粘膜上繁殖,是导致慢性胃炎,胃溃疡等胃病的元凶。 研究发现,感染幽门罗杆菌会让胃病患者患胃癌的危险增加了2.7至12倍,如果没有幽门罗杆菌感染,至少有35%至89%的胃癌不会发生。 第二类,40岁以上患有胃溃疡的人。 40岁以上的人群,本来身体的机能就处于慢慢下滑的状态,如果再患有胃溃疡,就会更加危险。 第三类,尝试腌制,烧烤食物的人。 食物在烧烤时,其过程中会产生强制白物本病皮和亚硝酸盐,这两类物质能直接与胃粘膜接触病刺激胃粘膜。 常吃烧烧烤的人患胃癌几率要比少吃烧烤食物者高20倍。 与烧烤食物相似,咸鱼,腌菜,咸蛋,火腿等食物在腌制的过程中,会产生大量亚硝酸盐,摄入体内,就亦增加癌变风险。 生活中,要想预防胃癌,养好胃,禁忌三药,四少,胃会越来越好。三药。 一,要喝氧味茶水。茶疗,在调理胃病方面,有其独特的优势。 尤其是,带茶饮,姜茶与药,完美地结合,温和持久,是调理脾胃最便捷的方式之一。 两餐之间,泡一杯。蒲公英跟红茶,养味消炎,杀灭幽门罗杆菌。 蒲公英又叫做婆婆丁,是一种常见的药食两用的小植物,适度地将蒲公英发酵,制成蒲公英跟红茶,可以大大。 降低蒲公英含性,适合长久领用。 蒲公英被称为天然的抗生素,具有光谱的杀菌异菌的作用,是一种抗炎良药,尤其对胃炎之炎有效,可起到缓解胃炎的作用。 并且相关研究表明,蒲公英还可以杀光幽门螺旋杆菌,减少胃溃疡发生的几率,对于个性胃晚痛者能够。 清热润味,消炎止痛,药性清零,且无庸置之弊。 所以日常养胃,喝点蒲公英跟红茶是杀菌消炎不错的茶饮。 二,要多吃碱性。 胃病三分靠治,七分靠痒,研究表明,很多胃溃疡,慢性胃炎,萎缩性胃炎等胃病都是由于胃酸分泌过多导致的。 胃酸分泌会损伤胃黏膜,增大癌变几率,因此,在生活中可以多吃一些碱性食物,来中和胃酸,暖胃养胃。 如西兰花,南瓜,小米,胡萝卜等食物。 三,要防治基础性胃病。 慢性萎缩性胃炎,肠上皮滑生,胃溃疡,胃吸肉,术后残胃,恶性贫血和幽门罗杆菌阳性的各种胃病患者,以及有胃癌宗族史的人,40岁以上胃病求治不育的患者等,都应定时复查,以便能够及时发现胃癌,及时医治。 四,少。 一,少烟酒。 吸烟,可增加溃疡病和胃癌的发病率,并且饮酒会将酒精摄入体内,可直接破坏胃黏膜瓶障,引起胃出血。 所以,胃不好,一定要少碰烟酒。 二,少吃烫。 饭吃得太急,饭菜太烫,就会加重胃损伤。 我们的口腔和食管表面覆盖的黏膜,适宜的进食温度是10至40度,一旦超过65度便能烫伤黏膜,导致食管炎和胃炎。 三,少压力。 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抑郁,暴躁,悲伤的状态下,就会导致神经紊乱,加速胃酸分泌,使胃沾膜缺血,形成胃病。 所以,在生活中一定要学会释放压力,尝试倾诉和欢笑,这样有助于胃病的康复。 四,少熬夜。 四,少熬夜。 modernizing COVID-19 。 数熬治愿是种 emissions 。 这是很精 prepares的人们测过育穫困的。 每个地方。 快な how to do this,都要醒唷个消灭。 pos人们拥足愧能力,大大增加患胃溃疱的机会。 参考来源